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题目,第四题,3-SUM的题目 这个题目你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话留了一个标记就是高频老题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的话就是之前出的频质非常的高 基本上面试的话大家都会开始来准备这个题目 以至于现在的话,他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有意的把它避免 那首先的话,大家可以先暂停一分钟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然后思考一下相应的解法 好,欢迎回来 题目这话表示有N个整数的数组叫Lums 判断Lums中是否存在三个元素ABC 使得A加B加C等于0 找出所有满足条件且不重复的三元组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稍微有一点细节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这个数组Lums里面有没有重复的元素 以及要是元素的顺序不一样 有没有关系之类的 可能都要大家要多考虑 以及在面试的时候就要和面试官多多交流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 讲这个问题之前的话 先再讲一个叫做两数之和的问题 这是它的简单版啊 上面那个问题叫3sum 这个问题的话就叫2sum 你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链接 那这个题目的意思的话 大家也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 先看一下 那么你来想一想这个简化版的话 你应该怎么写啊 好我就直接说题目了 给另一个数组Lums 那这里是一样的 以及一个目标值Target 问你在数组书中能否找到何为目标的两个数 也就是从里面找出 从数组Lums里面找出A和B 使得A加B等于这个Target 对吧 且你可以假定只有一个答案就行了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 其实啊 它就是让你找到一个A和一个B 从数组中 使得A加B能够等于Target 这就是它所谓的条件了 那这个题目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写两层循环就可以了 写两层循环来判断它是否存在 当然的话 按照之前我讲的那个五部刷题法里面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题目 你要是想不到的看解法 第一个的话暴力两层循环 另外一个的话用哈希表存 这个后面我们讲哈希表的话 会具体再给大家阐述 在这里的话 大家如果知道哈希表的话 可以自己来试试 也就是先把哈希表 用哈希表把这个数组里面 存在的数都存下来 后面去查的话就只要O1了 那么就只需要循环一遍 所以它总的时间复杂度是ON的 对啊 要是你对这个哈希表本身不了解的话 那也无所谓啊 你觉得看这个程序觉得特别麻烦的话 或者是看不懂的话 也不用慌张 因为后面的话再会给大家讲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次哈希表 这么一个题目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就是如果是初学者底子比较差的话 那么你把两层循环的在这里试着写一下 好吗 然后方法二和方法三的话 如果知道哈希的朋友的话 可以现在就试着去写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说啊 它的这个题目的解法就是写两重循环 两重循环每一举不同的下标 也就是每一举这个数组里面出现的A和B 最后看A和B加在一起 是否能够等于target 如果是的话 那么即是答案 这就是所谓的两数之和的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三数之和 大家应该怎么解决 这里的话就首先的话 按照上一个题目的思路啊 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你熟悉的问题 对吧 题目的话是要求A加B加C等于0 它要干嘛呢 其实就是啊 问你存在 问你是否存在两个数 A和B属于这个数组 它们的和等于什么 负C 这就是所谓这个题目的一个转化 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 让你找出两个数A和B 让它们的和是等于负C的 那这里的target其实就是负C 只不过这个target的话 并不是一个数 它可以是好些数 因为这个负C的话 其实也需要便利整个lums 对吧 那么我们看怎么来求解啊 那么同理啊 还是最主要是给大家讲 如果你们自己来做题的话 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解决 对吧 如果你们自己来做题的话 最关键一点的话 就是在题节里面的话 可以大家 要是没有任何想法的话 就可以自己看 首先的话 我觉得啊 如果你正常的思路 第一种方法的话 肯定你们想到的就是暴力求解 如果你即使mune b的话 也无所谓 就是直接暴力求解就行了 如何暴力求解呢 就类似于开始这样的一个解法 它不是在便利两重循环来便利这个A和B吗 那你在外面再加一重循环来便利什么呢 便利这个target对吧 target就是lums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再乘以一个-1 就是你所谓的target 就直接可以暴力求解 这个办法的话 它是需要三重循环 所以它是所谓的n的三次方 这么一种求解方法 对吧 那么为了方便讲解的话 这里就直接给大家打开所谓的题节啊 那么我们看 我在备课的时候 觉得这个哥们写的题节非常好 就直接照他来讲了啊 首先他也给大家讲了 two thumbs要怎么来解决 就是类似于写两重循环来看 有是否存在两个数 也就是I和J 它们的和等于target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 接下来来到three thumbs的问题了 第一种暴力求解的办法 没有写过的朋友的话 现在马上去写一次整个暴力求解的方法 三重循环来写 这个的话看似简单 但是也可以训练你们对于代码的驾驭能力 所以比较重要 一定要自己试着动手去写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个转化 转换成n平方的解法 在这里的话 n平方的解法的话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用哈希表 对吧 来记录 因为这里没有给大家讲解哈希表 所以我的话就先忽略这种办法 后面讲哈希表的话会再回过头来 所以大家不要慌 不要急 那么如果对哈希表很熟悉的朋友的话 直接我讲哈希表来记录 你应该就明白了啊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数都放在这个哈希表里面去 那么我们在便利A和B便利出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A加B的核去哈希表里面查 看是否之前有负的lum的元素 刚好等于A加B 对吧 好 那么这里最关键讲第三种方法啊 就是双指针左右下标 对吧 就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啊 把左右边界都占了之后 慢慢慢慢往中间推进 叫做左右下标往中间推进 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还是我们回到这个提解这里啊 我们来看 这种思路应该怎么做呢 这种思路的话 其实啊 严格意义来讲是非常的tricky的 也就是说 它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这种方法的话 各位就直接看提解 然后把这种方法记下来也好 这是一种套路题目 我自己在第一次碰到这个题目的话 我自己其实也想不出来 而且很多第一次接触算法 而且接触这样的面试的话 它也不一定能想出来 反而会想到用高级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哈希表这样的结构 如果用两个指针往中间推移 这种办法的话 一方面难以思考出来 第二方面 就是把这个解法给你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想啊 会不会漏掉一些情况呀 它能不能证明一定是正确的呀 这种情况 那在这里的话 把这个方法给大家解释出来了之后 大家把它记住 同时训练熟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的话 要想到利用这样的方法 举一反三即可 那现在我们看 这种办法应该怎么求解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人的体积 他会讲的更好一点 三速之和的 所谓的双指针的办法 双指针的套路的话 一开始的话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要排序好 没有排序的话 那你没法用双指针左右夹币的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后面的话 给大家详细解释这个算法的话 大家就能够理解 第二 它的思路是什么 固定三个指针中 最左边数字的指针k 然后 首先要固定一个数 它就变成所谓的target 对吧 然后它的值 也就是负的这个值 就变成target 然后在固定的这个值 右边的这一群数 我们就用双指针进行查找 就行 双指针设为i和j 分别设在索引的k和lenslum的两端 指的也就是在固定的这个数右侧 对吧 k的话就是它右边最相邻的那个数 然后lums的话就是最右端 把i和j的话分别置于它右侧数组的两端 然后通过双指针交替向中间移动 记录每个固定指针k的所有满足条件的 i和j的组合即可 好 那这里可以看到之后 你们会稍微觉得有点会设 但其实的话 你们认真看下面这一段话的话 基本上它就可以把你简单的 有效的能证明的它这个形式是怎样的 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停一分钟的时间 认真看一下它这三段话 然后在纸上大概画一下 自己要理解 因为的话 它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思维训练体操的过程 我想大家先思考一下 就看这一二三这个点 思考一下 然后在纸上画一下 看你能不能理解出来 好吗 那大家先自己动手一下和画图思考 好 我们现在回来啊 我想这三点的话 大家都细细阅读过了 而且的话也自己去思考过了 那么想明白的人的话会觉得啊 这个东西相对比较精妙 或者是其实是比较骚扰的 很多时候一般一般情况下很难直接可以想出来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面这个图了啊 这个图是怎么做的 首先先将浪子进行了排序 排成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还没有排好序的啊 往左翻一页的话 就是排序 排了序之后就变成负式在最前面了 我再回到这个 这是原始的数组 排好序之后 负式在最前面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这个算法就是把每举K K就表示固定的一个数 所谓的这个负target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每举一个K K的每举就是从最左侧的元素 一次 接下来看这个 再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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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就这么每举就行了 当K固定之后 I和J分别作为一个双指针 放在K右侧元素的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上面去 对吧 接下来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 把lums I和lums J加在一起 和这个K的元素进行对比 假设比这个-K要干嘛 要 它比-K要小的话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元素偏小了 这两个元素的和 那么就要把I向右侧移动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排好序的 所以它的元素的值的大小 是从小到大排的 对不对 然后你将这两个加在一起 将头和尾加在一起 如果比4 这里啊 虽然K的值是-4 但其实你的target的话 就变成了4 -1再加2等于1 1比这个4要小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两个值加在一起偏小了 偏小的话 要把它加大 对吧 如何加大呢 就是I要往这边走 因为这个元素是有序的 因为这一串元素 它是有序的 所以当这两个值小的时候 必须下标I向右移动 对吧 如果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 比这个4要大的话 那么就把J向里面移动 因为这个是有序的 这边上是最小值 这边上为最大值 当这两个和小于它的时候 那么左侧的坐标向左移 否则的话 右侧的坐标向右移 直到I和J在中间碰撞 或者是找到了LamsI再加LamsJ等于K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 动画的话 它就会每一句整个I直到找到一种情况 看它是刚好小于0的情况 最后的话发现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它都找不到的情况 都找不到的情况的话 它就会就什么都不用输出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就每举另外一个K 每举K为-1的时候 target就变成1了 那I和J同理可得 就在右侧继续用双指针这么找 注意哦 它只需要在右半边 在右侧的整个速度去找就行了 I的话就不需要再放在左边来 这个可以互满证明的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把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囊括进来了 那么比较幸运的是 开指向-1的时候 I为-1这个位置 J为2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1加2的话就等于1 1刚好等于-1再乘以-1 就是这三个数加起来刚好是等于0的 那么就找到了我们一种解 然后把解放在这个result这个数字里面 类似的情况 把所有的解都找出来之后 就得到了一个拥有两个解的现在的结果 最后把这个结果给输出即可 那这就是这个解法 它的代码来说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有那么一点需要考验自己的代码编写能力的 你们自己可以试着去写一下 同时的话 我建议大家写完了之后 一定要看那些好的体解 在这里怎么看好的代码呢 一个方面的话是看中文的这边体解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上一讲里面的反复给大家强调的 一定要干嘛呢 就是跑到它的国际网站去 国际网站的讨论版的话就是有各种特别好的代码的集合在这里 都是世界各地的爱好者或者是算法精英写出来的 对吧如果你是写java的话还是这两most voted排好序料在这里对吧 按这个排好序料之后 你熟悉什么语言就看什么语言 这是java的对吧 java的话它就是用双指针进行往中间推进的办法 那么你来看一下啊 你写出来的代码和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各位一定要把这个题目做的滚瓜烂熟这样双指针的办法 虽然它理解起来比较会设 但是你把它学会了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种套路其实就是一个定式 这样 另外的话关键这个代码要写的 比如说它这里的话代码没有超过30行吧 可能就20行都不到 那么希望你们的代码最后也写的只有20行 这么简洁明了 好 那么回到这个题目 如果这个题目的话你真正在面试的时候的话和面试官讨论的很好 另外的话把暴力求解哈希表和双指针都先概述了一下 那么他们各自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也能够分析对 同时仪器呵成写出这么一个代码 那么你肯定是最最顶级的这种候选人 基本上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大的package 就是比较大的那个offer 同理如果你们不是写java的写其他语言的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啊 像python的话这里也有 像这个python语言就写的非常巧妙了 python语言的话一般都会比较简洁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习这些简洁的代码 这就是你主动寻求反馈的办法对不对 那么3sum的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啊 这个题目是非常高频的题目 而且很多时候稍微有点老掉牙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讲linked list的题目 这一块的话我不准备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法了 因为所有linked list的题目的话 第一啊它解法非常的固定 主要就是熟人生巧 就是它没有很多算法的东西 关键就是各位要熟悉怎么把这些next之针 换过来换过去和把prev之针换过来换过去 要熟悉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多做 没有任何巧妙的地方 同时还是五遍刷题法一定要做 同时所有linked list的题目的话 大家在面试之前的话 一定要再都写一遍这些高频的linked list 因为念表题就是有这么一个很让人觉得崩溃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它虽然算法很简单很直接 但是它代码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写的非常的复杂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就自己去训练这样这些念表题目即可 怎么训练呢 还是同理啊 像这个题目的话也是老生常常的题目 给你一个念表 让你把它进行反转 对吧 它没有任何所谓的思考上的难度 关键就是练习你怎么操作这个念表 那大家就自己去写就好了 写完了之后你可以来看一下别人的代码 对吧 看别人是不是写的很简洁 而自己的话把这个代码写的过于复杂了 那么把你的代码改简单就这么 对吧 所以念表的题目基本上就是死的 唯一的有一个题目的话就是第三题 我在这里给大家打了一个着重符号啊 这个题目的话稍微有一点思维上的巧妙性在里面 那这个题目的话 首先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看一下 然后我再带大家过一遍这个题目的解法 好 各位回来我们一起过一遍啊 给定一个念表 判断念表中是否有环 什么叫环 环的话就是next 又指向了之前这个念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这就是一个环嘛 对吧 之前的话是没有图的 现在画了一个图的话就清晰很多了 这个题目的话 不仅是让你只要输出true和force 就是说判断是否有环就行 那这个题目的话要怎么思考呢 首先啊 如果有想法的朋友的话 就直接把想法的话想一想 然后开始写就行 没有想法的话 各位就直接看体解就行了 还是那个老路子 那我在这里直接给大家讲啊 第一种解法的话就是暴力法嘛 对吧 所谓的暴力法就是便利这个念表 便利的过程中 你还要用所谓的hash表 对吧 或者是用set 都是一样的 记录下来你访问过的所有的节点 把它记录到这个set里面去 或者记录到hash表里面去 那么看 接下来后面的元素 在新访问的元素 有没有之前出现在这个set里面 表示哦 我又走回到原来的老节点去了 那就说明有话了 这是第一种办法 我们标记为解法1 第二种解法的话就是比较巧妙的 所谓的就是快慢指针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办法的话 大家就记下来就行了 所谓的这种环形念表的题目的话 有一个比较套路的地方 就是用快慢指针 而这个题目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个进阶 对吧 问你是否能用O1的办法 O1的内存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暴力的办法的话 因为你要用额外的内存 所以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而这个进阶的话 其实就是要考你快慢指针 而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解法 相对来说比较巧妙 但是实用性也其实不强啊 在现实中的话 可能工程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所以你就当作为一个思维的训练即可 那么我们来看官方的题解 第一个哈希表怎么解 那么就把所有访问过的节点 放到哈希Sat里面去即可了 对吧 这个的话自己看一下代码 自己也学着写一下 这个代码相对比较容易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双指针了 这里叫双指针其实更加合适的叫法 为快慢指针 那么就是指针A和指针B 反正都是从头开始跑 但是一个指针的话 每次动一次 另外一个指针的话 每次动两次 对吧 这就类似于龟兔晒跑的过程中 乌龟要跑的慢 而兔子的话要跑的快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如果只要有环的话 那么快的选手 也就是兔子的话 肯定会讨圈这个乌龟 这样就搞一个慢指针和一个快指针 慢指针每次动一步 在这儿 快指针的话每次动两步 最后 你看快指针和慢指针 是否重叠在一起了 如果重叠的话 那就有环 没有重叠的话就没有环就行 那想起来你肯定会想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办法好巧妙啊 的确 如果你要自己来想到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就直接看体解 学会这种办法 而不要发明创造了 尤其是后面高级的算法数机构 你要是能发明创造出来的话 你基本上是图顶奖选手 所以各位的话 就只要学习和学会使用即可 好这里讲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就是剩下的就是作业题了 这个作业题的话 后续的话 大家直接在讲义里面打开这个链接 去做就行 那么第三课的作业部分 我们就在这里 谢谢各位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 请加微信 1716143665